我們親近神是否一次就有這個問題? 其實我們親近神盡量是全日的 全日與神建立一個深的關係 當然很多人的確不能有這麼多時間 但你一可以的時候 你記得就算在做其他事 你都會感謝耶穌、讚美耶穌 盡量全日都在這個狀況 而如果那間屋周圍都有很多拜偶像 那些邪靈在這裏比較強 你就盡量更長的時間去讚美神 或者你想得到釋放 譬如有些人需要釋放 或者需要心靈醫治 你更加是全日在神的同在 你的人就越來越鬆 但是親近神都信心是很重要 怎樣呢? 譬如有的,神你幫我吧 神我好慘,好慘 這種的祈禱是幫助不太大 原因是為什麼呢? 因為你的心覺得很慘 那個心已經吞著 覺得很困難 心已經擔心 擔心的情況 祈禱是會困難的 但我們可以怎樣做呢? 就是說 耶穌在幫我,耶穌在祝福我 耶穌陪伴我的 耶穌會加力量給我的 這就是信心 信心,耶穌一定幫我們 這樣的情況 親近神的果效是強的 信心的祈禱 是更加有力量的 這個是我們要好好體重 因為聖經講到不住的圖 就是見實 不要以為我只要祈禱 當然有很多人說 只要祈禱一陣 基本上我們祈禱很多 不只是想趕邪靈 就是我們親近神 越多,神改變我們的生命 我們生命越被神改變 因為很多人覺得 我今天祈禱了 我已經跟神交代了 好了,我覺得已經很好 因為聖經講到不住的圖告 講到與神同行 一生與神同行 一個長時間的與神同行 會令我們更強烈的同在 帶來更大的祝福 和更大的能力 更大的趕邪靈和憂鬱 這個時代很多人都憂鬱 情緒憂鬱 情緒憂鬱 亦都需要刻意的處理 我自己都曾經因為 人講的說話 人的負面 令到我一種害怕 自己會害怕 自己會... 自己有種懼怕的感覺 但是我自己去宣告 神是愛我的 我又真是愛耶穌 耶穌看重我的 耶穌寬理我的 我所做的 我是不需要害怕的 我一直告訴自己 你不需要害怕 我又會贊給神 慢慢的那些害怕就沒有了 但是很多人 他入手就會 哎呀...很慘 家人又不好 哎呀...很煩 容許這些意念 在他心裡 這些也是被魔鬼留地步的 其實你有這些 那些人就已經煩了 已經無力量了 那如果那個人 是更加被斜靈攻擊 更加是更加嚴重 那也都長期負面 是會進入情緒 即是抑鬱狀況 這個是... 一入了抑鬱 是比較難醫治的 就是沒有抑鬱 而有些少不開心 立即讚給神 在神裡面興省 能夠進入 平安喜樂的狀況 是容易過 你已經有了憂鬱 而你想清 是難很多 但是神是一樣有這個能力 但是因為憂鬱的人 是有一個習慣的 習慣是什麼呢? 經常都想一些困難 想一些負面 死啦...有什麼困難 他又對我不好 周圍的人又不好 很難的 什麼都改變不了 有這些意念的時候 那個負面的思想 就會控制住這個人 任何人都是的 就算讀書 小朋友讀書 我都考不到了 爸爸媽媽也不喜歡 老師也不喜歡我 同學也不喜歡我 他這種心態 他就越來越差 所以我們自己一定要 保守我們的心 我們的思想 我們的情緒 不要停留在這些負面的 情緒和思想 停留在這些裡面 那些人一定受苦 一定是越來越辛苦 並且可以進入憂鬱的狀況 整個生命十年後 有些人上班又上不了 跟家人交往不了 跟人聊天又聊不到 更加不能夠發揮生命 更加難 但是當你處理生命 人家都說 神在愛我的 我真的有足夠的原因去開心 神是整天陪著我的 這樣的時候 思想很正面 人家自然 更加容易有神的同在 更加感謝神 神的同在更強力 人家更加容易釋放醫治 所以這也是我們處理內心很重要 有時候你是有困難 譬如有疾病 有人對你不好 又覺得不舒服 你怎樣可以在這樣的情況之下 依然正面呢 就是你看到你有的資源 今的神 我有特殷姊妹 今的神 我仍然有醫有食 我仍然有工作 我仍然有這些一切 和我經歷過神的幫助 以後我都會再經歷 即是數下有什麼好的東西 我們會領受到的 當你看到有 你就整天加強這些人 正面的東西就不斷思想 負面的呢 就處理 又放手 就不是壓著自己 不要去想 因為如果真的有人影響你 你是有傷心 你是有失望 我們是要面對 你不可以說 我當他沒事不行 你可以當他的說話 不要緊要 你說他的說話不要緊要 這是處理方法 但是 處理 我先說一說 譬如有人說 你什麼壞 沒有用 你當他沒有說過 不要想他 這個不是一個好的方法 因為不要想他 其實那件事還在裡面影響你 你是要說 他說的說話 是吹自他的罪性情 他吹自罪性情 所以他會傷害我 不要緊要的 他說的說話 不會令我變成一個傻佬 他說我傻 我不會變成傻佬 他說我蠢 我不會變成傻佬 我依然是很寶貴的 所以他說的說話 是沒有道的 即是沒有權兵的 我不用放在心上的 這樣就拆解了他 即解了他 即是如果用中國的武俠護士 解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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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原來那些不是毒藥 他告訴你是毒藥 其實不是毒藥 那你不當它是毒藥 你就沒事 但你經常承認死 不知道是不是吃了毒藥 死了 哎呀 是不是越來越差 那你的心怕 沒有病都會變成病 所以你想更加給神使用 更加跟神有親密關係 一定是處理內心裡面 所有這些負面的事情 經常活在神的外中 經常處理 經常親近神 有神的同在 有神的力量 有處理所有問題 這個人就提升了 即是我自己是盡量停留在這種狀況 我不容許任何的人 任何的情緒 任何的困難 未是立即解決到的問題 我都不容許它影響我 如果解決不到 那我受影響 我的生命就不放了 所以我決意不讓任何人 不讓任何東西 不讓任何說話 不讓任何情緒影響我 我是決意 活在神的愛 神的喜樂 神的平安裡面 那人就越來越正面了 一有任何樣的破考 任何負面的事情停留在那裡 就是有破壞性的 就是破壞我們的生命的 所以任何事情 這是一個內心世界 另一個就是關係 關係不好也會破壞 所以我們盡量 那人不對我不好 我依然跟他打招呼 依然對他好 依然善待他 這樣就 就沒有破考了 因為他對我不好 但我又生氣了他 我不理他 我就受影響了 我愛你 自喜樂 也不可以 對你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